哈囉大家好,我是Ivan Ivan Mango的Ivan,艾文芒果的艾文 运动已经是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有些人会觉得对于身心障碍者而言 运动好像有这么一点点遥不可及 但今天就由我来告诉大家 运动它绝对是适合男女老少 即便是身心障碍者 他们也有享受运动的权益跟能力 运动更加是一枚艺术 象征着一种不缺的精神 大家可能会问 诶,身心障碍者它适合从事什么样的运动呢? 但其实啊,对于身心障碍者而言 运动是一种减法的概念 举例来说,诶,我不吃牛肉耶 但你不会说,我只吃鸡肉、鱼肉、羊肉 但鸭肉呢?你又没有想过鸭肉的感受 身心障碍者参与运动也是相同的概念 基本上啊,身心障碍者适合所有的运动 只有少数的几项运动 可能会因为他们身心上的障碍而有所限制 而其实啊,这样的限制 或多或少都可以藉由改变运动的规则 改变运动的形式 或是运用适当的符具 都可以使身心障碍者参与运动哦 身心障碍者看似与运动相当的遥远 但其实是很接近的哦 没错,戴眼镜的你,有没有发现 在吃热食的同时 眼镜常常会因为受到热气的影响 而发生一种 有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 日常生活中,视力有障碍的我 只要透过适当的符具 像是隐形眼镜 我一样可以享受运动啊 身心障碍者也是啊 只要透过合适的符具 像是运动轮椅 运动抑制 陪跑员 他们也一样可以参与运动啊 第一步 走出户外 运动也是社会交流的一种方式 所以呢 当然鼓励身心障碍者呢 要先走出户外 参与运动 当身心障碍者参与运动之后呢 便可以与更多不同的运动爱好者 进行交流 因此 社会上的运动设施 或是运动环境较不友善的时候 都有可能对于身心障碍者的运动权益 造成伤害哦 所以Ivan在这里也要呼吁大家 我们应该要提供友善的运动设施 还有友善的运动环境 这样才算是有维护到身心障碍者的运动权益哦 第二步 在家做运动 其实啊 现在网路非常的发达 大家都可以在网路上找到许多相关资料哦 身心障碍者也可以在网路上 搜寻适合自己的运动影片做学习 达到在家运动的效果哦 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不错的关键字哦 请到YouTube上打 江一春 就可以找到许多有关适应体育的影片哦 大家赶快动起来吧 好的 刚刚大家在前面的影片是不是有看到一位非常熟悉的面孔呢 我今天就把它请到现场了 我们现在来欢迎江一春 江教授 哈咯 你好 哈咯 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这次会做身心障碍者运动权的倡议影片 主要是因为跟了教育部体育署全民运动组合作 共同推动了全民身心障碍者的爱运动计划 因此呢 今天要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身心障碍者的运动权益哦 请问江教授 如果说身心障碍者想要参与运动 那我們國內現在有沒有什麼樣的管道或是資源可以提供他們去使用呢? 其實很多,目前我們國內有三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官方的機構 那它主要就是替我們身心障礙者在運動推廣上面做服務 那這個也為不同的障別各司其職 例如說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那如果你是肢體障礙、視覺障礙或是少數的智能障礙者 它都是殘障服務的對象 剛剛沒有聽到聽障者,那聽障者呢? 也有,它是由中華民國殘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來推展 那另外還有比較大宗的,像智能障礙者 我們也有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來負責 那剛剛所談到這三個運動團體 也是目前國內身心障礙者國際運動賽事的主要窗口 身心障礙者也有國際性運動比賽,好酷喔 例如說我們常聽到的綜合的運動賽事最高層級的是奧運 那我們身心障礙者就是接在奧運後面就帕運 帕林林匹克、帕林匹克各式各樣身心障礙者 都可以參與的最高層級的國際運動賽事 我本身是一名手球運動員 據我了解,有奧運就會有亞運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它也有亞洲層級的運動比賽 有有有,它的模式其實跟奧運很像 舉辦亞運之後,接著就會舉辦達帕運 那我們國內呢,去年我們亞帕運 還得到很多很棒的層級 帕運,亞帕運,還有其他的運動賽事嗎? 有有有,之前2009天障奧運在台北 其實它正式的名詞呢,叫做 Deafalimbic達拉林匹克運動會 它也是每四年舉辦 國際上最高天障者綜合型的運動賽事 最近我們的天啟席也不斷的在扎根 還有很多的選手 瞄準2021的天障奧運 期待我們的天障選手可以替我們奪得家機喔 另外像智能障礙者 它也有所謂的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它的模式跟奧運很像 每四年舉辦一次夏季特奧會 每四年舉辦一次冬季特奧會 那有各式各樣的賽事 可以讓我們智能障礙者參加 原來身心障礙者 也有這麼多機會可以替國家爭光呢? 在過去呢,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這些國際運動賽事只有那個頂尖運動員可以參加 跟我們一般人好像沒有關係 根本不會想像 身心障礙者怎麼會跟他們有關係 其實目前在國際上有各式各樣 都非常適合我們身心障礙者去參與 這三大協會每年都會舉辦 很多像是教練裁判的培訓跟研習 還有很重要的是 如果你要去參加國際的運動賽事 最重要一點是你的身體 要去盡身心障礙者體位判定 因為要體位判定 才能確定你放在哪個成績的比賽 跟你能力相當的人一起比賽 這樣才比較公平 也是由三大協會來舉辦 還有很多的全民運動推廣的部分 像戶外體驗營 成長營 典範宣導 這些都是用來鼓勵更多的身心障礙者 來參與運動 聽起來真的有好多資源可以好好使用 除了跟我們介紹了三大的 身心障礙體育運動協會 還有沒有其他什麼資源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現在有很多的運動相關的協會 可能是地方性的 或是全國性的 都很努力在推動 像我們學校機構也開始在幫忙了 像我們國立台灣吃飯大學 特殊教育中心 就有一個障礙者運動健康 與適應體育研究室 負責就是 承辦或是延覽官方委託的計畫 產學合作案 推動更多的身心障礙者 來參與各式各樣的運動 那要怎麼搜尋呢 只要你在FB 打上推展適應體育 你就可以搜尋到我們的粉絲團 所以大家要記得去按讚喔 而且還要按搶先看 搶先看 沒錯 這樣你們就可以馬上獲得 我們第一手的消息了 OK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記得按讚囉